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選股神射手 籌碼不離手 大家好 我是神準贏家楊少凱 今天是8月2號星期五 大盤開低走低 跌了1000點 今天我們都在見證歷史 歷史上有跌超過1000點的 應該沒有幾次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想講的只有一個數字 今天收盤是21638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數字很熟悉 為什麼這個數字很熟悉 如果你每天看我的節目 你不會意外 大家或許會覺得說 這個大盤到底什麼時候見底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 底部的現象是什麼 這是今天我第一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重點 第二個機器人撐盤 8月全看他們 這個我想今天的盤面上 上漲的 少數上漲的是機器人概念股 這個也不用我講了 昨天跟各位講過 台積電之後 鴻海的買點出現了沒有 我們今天等一下再來 還是有個福利發送給大家 接下來 當然這裡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讓你賺倍數 大盤沒有經過修正的話 股票是沒有倍數的機會可以賺的 這個是一個觀念你要懂 不是漲上天的你才去賺倍數 漲上天的你就沒有錢可以賺了 那大盤剛好這一波下來 才有倍數可以賺 好 先從大盤來講 這簡單瀏覽過 7月份我就跟你們講過 7月1號我跟你們講過 大盤7月回修正 全資股休息 對不對 這個都是我講的 什麼時候完成 講時間8月上行 今天是8月的第二天 還是在8月上行 對不對 講空間 預估最多到 21640點附近 這個是我預估的落底的空間 那這個都是一樣 看法都一樣 這是禮拜一 禮拜二 對不對 昨天 我如果任何拉回都是買點 當然 會有拉回 但是今天這個拉回 它跌破了什麼 跌破了上禮拜的低點 剛好 也來到哪裡 連來到了我跟各位預告的什麼 21640的一個滿足點 所以啦 基本上 如果說我們要去談大盤的話 我認為 這個是我預估的落底區間 今天打下來 這一波的修正的最後回馬槍 就是在這根K線 這根K線跌了1000點 為什麼跌1000點 大家看到盤後美股在跌 很害怕對不對 昨天晚上美股四大指數都跌 那今天 跌 它也在反應什麼 反應今天晚上的美股 今天跌1000點 其實連晚上美股的跌幅 我認為都反應完了 所以你說禮拜一繼續跌嗎 我認為未必 那不然我們怎麼看看 禮拜一如果開低 我認為禮拜一開低就會走高 我們信不信 很簡單 你要先判斷一個重點 這個大盤的修正 它是多頭還是開始走空了 如果這個大盤 它只是多頭的修正 今年24000點 這個4444點 這個高點不是高點的話 最簡單的 這個今天那個跳空缺口 它就會來向上封閉 這個就是我要跟各位講的 所以說不管從時間也好 空間也好 我認為該修正 該交代的都來交代了 那再來底部會出現什麼現象 什麼叫底啊 你們都喜歡買低點 買在底部 這個不是你們喜歡的嗎 但是真的低點底部來了 你會害怕 為什麼大多數人在底部 不敢買股票 任何一波的修正低點 它一定是什麼 第一個一定怎麼樣 一定有利空啊 不然怎麼會有低點嗎 第二個它一定是不確定性嘛 是不是 四月份修正的低點 我問你 有沒有利空 四月份修正 殺出量了 今天也殺出量了 這幾天只有今天放量下來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量也殺出來了 今天殺出來了 因為大家害怕什麼 害怕那個 這個美國的財報啊 這些科技股啊 那個等一下 那個微軟的利空 我們等一下來解釋 你怎麼去看待 好 再來 再來我們來讓大家看一個東西 今年以來 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今年以來 外資 外資買賣超 一月是賣超 好 那我們來從長線來看 這個最清楚 今年總共外資賣超幾個月 一月份 四月份 上個月 上個月三千五百多億 四月份一千四百多億 一月份交易日少 賣超的幅度不大 好 各位 一月份外資是賣超的 好 我請問各位 二三四月漲還跌 好 那四月份外資是賣超的 五月六月漲還跌 對不對 七月份賣超的 而且七月份是賣最多的 你認為這個月 今天跌了之後 後面會漲還是跌 如果你會跌 認為還會跌的話 你不要買股票 你就股票去砍光光 我可以跟你講 你的股票基本上 絕對是砍到低點 是砍到所謂的阿呆股 再來我們從長線的角度來看 每次我跟你說買點 哪一次不是買點 你只要每天收看我電視節目的觀眾 你都是見證者 所以為什麼我的節目跟人家不一樣 我永遠領先跟你預告未來 而且我跟你說得準 七月份還沒下來的時候 我們有告訴你 會跌到哪會下來 對不對 那我也告訴你怎麼樣 最多就是跌到多少 兩萬一千六百四十點附近 那當然我說過了 誤差值一%以內都是合理的範圍 我認為今天來到兩萬一千六百四十點 禮拜一如果有下跌的話最多一% 那一%最多就是兩百多點 現在兩萬多點嘛 一%就兩百多點而已 那我還覺得不見得會開低咧 搞不好今天反應完 禮拜一就直接開高了 開高直接上去 再來我們講長線 長線每一次的波段買點 我跟你講的時候 都是你害怕的時候 去年險前 當時美股也在跌啊 我跟你說向上你相信嗎 漲到漲很好的時候 我跟你說四月份會進入灰檔修正 你相信嗎 當時我跟你講全股主會休息啊 台積電有沒有跌 四月份有沒有跌 鴻海四月份有沒有跌 我是跌下來才告訴你的嗎 沒有啊 等跌下來的時候 我說這大量下 放量下跌是好事 我跟你說這修正末端 事後來看是不是買點 對不對 四月月限K 四月收出來的時候 我說五月會上兩萬一千點 兩萬一千九 這個事後追蹤的都知道 六月份漲的時候 我跟你講什麼 我跟你說七月份會收跌 我們告訴你 有沒有跌 對不對 那八月呢 八月我說就決定開盤嗎 拿手機錄起來 今天是八月二號 現在是黑的 你截圖下來 你把它截圖下來 助理喔看我節目順便截圖下來 我們到八月底來印證 印證是紅的還是黑的 我已經告訴各位了 八月會收張 八月會收張 它會進入怎麼樣 接下來今年還有最後一波 所以簡單的說 這個行情你不用害怕 有我在 你不用擔心 那我說過了 你只要加我的賴 行情結束的時候 我一定提前告訴各位 前年啦 前年這一波的高點是我預告的 我改天拿證據給你看 這一波從這裡一萬八千多 殺到一萬兩千六百二十九點 這一波是我預告的 所以會波段大跌我一定知道 時間點還沒到 你要去把握的反而是什麼 利用這個時候去彎腰剪鑽石 那彎腰剪鑽石誰可以剪 我每天都跟你公開分享啊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訂閱我的節目 行情何時結束 你不用擔心 有我在 你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帶你們平安撤退 好 那再來我說過了 我們每天都有錄短影音啊 然後這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有個線上的直播 你可以來參與 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在這個 下午三點的直播 來做一個雙向的交流 目前這個是單向的 其實我比較喜歡雙向 雙向可以了解你們的問題啊 或者幫你們解答一些問題 或者教一些看盤行情的技巧 好 那直接進入主題了啦 機器人稱盤嘛 8月份為什麼看他們 因為有這個 機器人展 那當然不是因為這個因素啦 不是只有這個因素而已 最主要還是看什麼 看股價 那相關的股票很多 我也跟各位講過了 你要挑這些相關的股票 不是散彈打鳥 不是亂射飛鏢 藍紫色的這個是有參展的廠商 那基本上你要找什麼 還在上漲趨勢 上漲趨勢還沒有跌破支撐的 對不對 我們說過了 索羅門沒有跌破支撐 今天縮盤還是漲 對不對 這是我昨天告訴你們的嘛 對不對 昆穎沒有跌破支撐 今天縮盤開低走高 還是漲大盤跌一千零它漲的 這個都是我跟你們講過的 對不對 河村今天沒有那麼強 但是也沒有跌破什麼 沒有跌破昨天的這幾天的低點 是不是 今天還連昨天的低點都沒有跌破 包含怎麼樣 所以說你只要支撐沒有破 就有機會創新高 這個叫股價 但是破支撐的股票你就是要賣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 選股股票的一個邏輯 當然股票永遠不會只漲不跌 等到哪一天跌破支撐行情就結束了 了解吧 這是觀念 給你建立的基本觀念 那包含怎麼樣 包含五月份我們做的羅生 也是機器人相關的概念股 當時我說過主力拉高進貨手法 對不對 7月8號最高點的時候出掉 我們賺了多少 賺了一倍多 這你看得懂才賺得到 你跟著我做你才賺得到 基本上你們看不懂 這是主力手法 那羅生今天也是一開盤沒多久 也是衝到漲零板 是不是 包含怎麼樣 包含六月份跟各位分享的一燈 當時我們六月份進場操作 七月份七月八號離場 也賺了多少 也賺了50% 今天的一燈 3048 今天也是開低 沒有大跌 開低震盪 低點開出來是44塊3 收盤差不多就在這個附近的價位 昨天的低點也沒有跌破 那這個資深架構都不變 我認為這些股票 應該八月份都還有機會去做一個表現 那我說過的這些股票裡面 我們已經有閒兩黨在操作了 如果你有興趣要跟上的 一樣 來怎麼樣 參與這個底部布局的一個專案 兩個月後 開始盈利之後會期才起算 那今天已經最後到數了 那我說過的八八姐快到了 我們有給你一個加碼的機會 那再來的話 等一下回頭來聊聊什麼 台積電跟鴻海 那我們休息過後 馬上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昨天晚上那個微覽 微覽的財報不好 為什麼 我們先來聊一聊 看事情一提兩面 不要單向雙考 不要單向思考 要養成雙向思考的一個習慣 好 那再來 我們來聊聊台積電跟鴻海 英雷爾他宣布怎麼樣 宣布要財源15%暫停配息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去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英雷爾為什麼他的財報不好 為什麼他的股價重挫 為什麼他要財源 為什麼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為了跟台積電競爭 他去砸下了怎麼樣 砸下了巨額的投資成本 結果咧 英雷爾被誰打趴下去的 台積電 沒錯吧 所以英雷爾趴下去 誰是受惠者 台積電啊 是不是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所以基本上 台積電我說過了 你只要買台積電 好的買點都是在他股價跌的時候 而不是漲上天的時候 每個人在羨慕台積電 哎呀當初一張多少 當初453塊你敢買嗎 450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不敢 不敢你當然賺不到啊 漲上天的才在羨慕 4月份的時候我跟你講 740塊也是利空 你敢買嗎 你不敢 是不是 這個禮拜 最近這個月 上個月我跟你說 可以all in的價位在這裡 是怕這裡不會來 所以來到920 925 它是一個好買點 對不對 買完當天今天又回頭 我告訴你們 如果你有來拿資料的 下禮拜 真的讓你看到這個價位 你給他all in下去 你給他all in下去 不用怕 富國神山不會倒 富國神山如果倒了 有什麼好買的 你其他你都不用買啦 我講這麼講沒錯吧 是不是 我講的話你現在錄起來 台積電這個高點不會是高點 我講的是今年喔 我不是跟你講明年後年 我說的是今年 它不會是高點 你把我講的話錄起來 當然如果說明年還有什麼樣 還有一個像去年的波段買點的話 那要到明年啦 這一次是買來等待 買來等它突破這個高點 這個大膽買 當然可以all in的價位還沒來 如果你有興趣的 下禮拜如果有機會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來 但是如果來了你all in下去 700是你暫時看不到了啦 那再來 這個我輸入了 我們就在這裡 以而保留第二筆的入場資金 保留第二筆的入場資金 就是在這裡可以all in 如果你有興趣的 掃描QR Code跟著我做 好那台積電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接下來iPhone要推出新機 相關的收費股我已經講過了 不是全部都可以買 我認為國巨大家回來可以留意 今天國巨大家回來 你不用去追對不對 再來的話就是有底部型態的 底部型態的就是鴻海嘛 我們三月份跟你講的時候是三百一 一百一說錯了 一百一我當時我就說過了 最少會來到兩百一百八十五塊 合理會來到二零二四零 鴻海這一波來到二三四 前幾天我也說過了 鴻海的買點可能要等一等 鴻海今年三月份這一波 我們怎麼樣 足足賺了一倍 買在一三九的低點在這裡 你現在看得到嗎 你現在看不到 一三九的低點怎麼來的 也不是利空來的嗎 是不是 所以這次鴻海的利空買點出現了沒有 來了沒有 今天看我節目的 我再給你開放一次 怎麼領取很簡單 掃描QR Code 掃描QR Code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一樣限量一百名解鎖 那當然如果你有興趣參與的 買了之後 跟著我一起做 我還可以怎麼樣 把下次的賣點算出來 我已經算好了 我已經算好了 全台灣賣股票算目標價 沒有一個比我更準的啦 政威五月份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 長線大底 複製鴻海的漲勢 對不對 複製三月鴻海的漲勢 我漲上去才告訴你嗎 我漲到 在五月二十一號當天 我就說了最少83到85 合理漲到95塊到98塊 來到83塊的時候我們賣一半 來到70塊一半的時候又買回來 買回來95塊二全出 各位你看一下 95塊二是不是借政威的一個 目前當天這個最高95.4 的最高點 買我很會你看 買在起漲點 賣在這一波的高點83塊 為什麼 它的最小漲幅 最小漲幅沒打回來繼續買 賣在95塊 這個最高點這一天 75% 你敢相信我的都沒有在賺小錢的啦 這是我跟人家不一樣啊 我不會拿賺十幾%二十幾%的股票跟你講 因為股票那個不叫賺錢 那個沒辦法幫你實現財富自由啊 那你去看啊 不管鴻海也好 政威也好 能去實現50%以上倍數的 那個一定是怎麼樣 你一個好的時機點 股價經過修正 有底部型態 了解吧 所以鴻海測試的買點 到了沒有你想知道的 掃描Q啊 那一起參與的話 我還會帶你怎麼樣 帶你賣在最高點那一天 帶你賣在這個波段的滿足點 我說過了我已經算好了 不是隨便講的 我這個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不需要騙你 別人怎麼講怎麼做我不管 別人說的你打個問號 我說的你不用懷疑 我說過了我是拜神的 我相信人在做天災看 我不會去說謊 我怎麼做怎麼做 我怎麼說怎麼做 好再來 再來的話就是一樣嘛 就跟各位講的嘛 AIPC嘛 華碩這個我也講過了 我說幹嘛等到昨天大漲來追 是不是 你可以低接買嘛 華碩今天拉回來啊 還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啊為什麼 你不需要大漲去追 472塊 這個都有目標價 我說過了 你想買的 目標價想買的你來找我 包含什麼 包含技嘉也是啊 技嘉今天拉回還是買點 對不對 今天拉回是買點 你去做一個比較嘛 這個為什麼可以買 我也講過啦 那除了這些股票之外呢 還有怎麼樣 還有你過去錯過的底部型態的 這個 本益比連11倍都不到 這種股票 我跟你講 漲上去就是倍數了啦 這個是一個倍數的股票啦 你好好的去把握啦 如果說大盤沒有修正 你還沒有便宜價可以買 你要去追高啦 這個都是底部型態沒有破壞掉的 結構沒有破壞掉的 不是說跌了很多的股票 當然這裡到處都是黃金 但是有的 今年的高點已經出現了 我昨天有看過了 有的不一樣 有的是他剛好打完底 來測試什麼 來測試支撐 那測試完支撐 那個漲上去都是 基本上是倍數的 你不要說 今年沒有倍數的機會還有 我今年就挑了很多 底部型態的股票啊 那像這些都是啊 這個都是回測沒有跌破的 底部就是看這條頸線 頸線 頸線只要沒有跌破的話 後面都會大漲 這些股票都是 這些股票都是 今年啦 各位 今年我第一檔 從富士達當時告訴你們 當時是377塊 我說邀請你來參與每一檔 第一季 你看我們找到的股票 30%以上的喔 有幾檔 這是第一季 第二季30%以上的有幾檔 翻倍的羅生 對不對 鴻海也賺了一倍 去年80幾% 第三季 深洋半導體 82% 現在三季還沒結束 現在未來還沒有參與的 那還沒有參與到的新的股票 準備跟上 現在的佈局 你看到的都是過去的收穫 是因為當初的佈局 現在佈局也是為了未來的收穫 相信我 好事會發生 這些關係跟各位講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假期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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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